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还因为提列了一些资产的减损 EPS还亏了3.55元 最重要股价最近为什么会涨上来 就是矽晶元的部分在第一季 从12寸晶元开始来做一个上涨 12寸的矽晶元大概在第一季合约价上涨了10%左右 不过我们来观察一下合金的营收 有没有因此而成长呢 并没有 为什么 关键在于说你看到合金1月营收4.79亿 跟去年同期比起来少了5% 2月营收4.6亿 大约多了8% 整体来看跟去年同期仍然相差不多 那最主要的因素就在我刚才讲了 它的主要生产矽晶元都是在6寸跟8寸的部分 那第一季涨的是12寸 所以它受惠程度不大 那关键来了 现在报纸都在写说 那12寸晶元第一季大涨之后呢 第二季应该就会轮到小尺寸6寸跟8寸了 不过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股价已经先反映上来之后 我先提醒大家报纸没有写的 报纸都跟大家讲 矽晶元今年还会再涨 可是我观察到 这是3月下旬 3月29号上个礼拜 公布出来最新的一个矽晶元的报价 最高规格 所谓特高效多矽晶元的部分 上个礼拜是跌幅 这是现货价跌幅达到7.69 那这个主流规格 所谓的高效多矽晶元的部分 上个礼拜也跌了3.23%下来 这是现货价的部分 提醒大家一下 在上个礼拜3月下旬 已经出现涨多回档跌幅 大概3-7%的现象 这一点要去提醒一下 好 那在接下来 当然回来还是要重点观察 技术面 技术面在报纸 不断的告诉大家 矽晶元的报价 还会持续上涨的时候 上个礼拜因此 在3月27号到3月31号 就是上个礼拜 单周爆量出来多少 35万张 那它的股本是多少 它的股本是41亿 41亿代表41万张的股票 的意思 那35万张上个礼拜 就爆出这么大的量 周转率已经高达多少 85% 等于一个礼拜之内 居然有85%的股东换人了 这地方我会提醒 懂技术分析的知道 这里稍微 已经有点过热的现象 那再加上百战指标 未过前高 要小心有高档 背离的走势出来 所以目前合金 虽然股价看起来 好像还很强 还在创新高 但是我认为在这里 技术面上来看 虽然还没有马上要反转 或许还有高点 但是已经接近到 所谓抗融有回的阶段 到了这个地方 才去追高 就要小心了 我会提醒 晚里有风吹扫动 不对 该出还是要出 要总的居高思维 就是给高太太 或是手中有其他 有合金的投资朋友 得一点操作建议 好 那回来 回来继续谈大盘指数 那今天指数 在清明节四天的假期过后 呈现了一个开高走高 一开盘就上涨44点开出 盘中最高 已经来到9926 大涨了115点 目前最新位置在9908 上涨了97点的幅度 那为什么清明节过后 突然股市就会这样大涨上来呢 我想在这里 我就不做事后的一个诸葛 因为如果投资朋友 有到我的Facebook粉丝专页 每天都看到 现龙老师 会在盘后的时候呢 给大家做一个台股的盘后报告 针对最新的价量结构筹码变化 来预测一下行情 接下来会怎么走 那上个礼拜 我们就已经跟大家做过分析 就是上个礼拜四 3月30号的一个盘后报告 里头看到台北股市那时候 已经12345 连续5根的黑K棒 清明节之前 万点关钱在这里震荡 很多人都担心 是不是已经上不去 要做头了 那我在这个盘后报告 Facebook的解盘里面 都有跟大家提到 第一个看时间结构 懂技术分析都会知道 看起来好像在拉回 其实这是一个多方控盘的格局 第二个从价量跟筹码分析 先来看筹码 当时外资仍然持续在买钞股票 而指数外资仍然有报了 四五万口的多单部位在手上 反而是散户 融资代表的是散户 上个礼拜一礼拜二 两天减掉了9亿 震荡清洗了散户的符合 那价量结构我说 看起来好像涨不上去 但是它是一个价跌量 说良性的整理 接下来只要有多方攻击量 1000亿这个行情会怎样 清明节前万点关钱震荡 清明节后继续震荡 又会往上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为什么会往上 清明节过后今天看到 台北股市量出来了 1200多亿预估量 今天量出来了 对不对 达到了国防攻击量条件 是不是又准备震荡往上了 那接下来的行情 今天这样大涨个百点上来 大家想必非常兴奋 接下来大盘指数 是不是就准备职工万点 给它冲上去 是不是要赶快买股票 是不是要自己的权利做多 当然如果关心指数的投资朋友 我都欢迎大家 每天到我的Facebook 粉丝专页来看一看 直接按赞加入追踪 你都可以在Facebook看到 现龙老师每天针对最新的价量结构 筹码的留下 给大家做一个台股的盘后报告 或者是有智慧手机的投资朋友 你如果有用LINE通讯软体的 现在也都可以将现龙老师的一个官方账号 加入到你的好友名单当中 账号是小老鼠 Y O U R B E S T T E A M Your best team 将现龙老师加入到你的好友名单之后 现龙老师有什么最新的看法 盘式的一个看法都会利用LINE来通知大家 那最重要的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点 那指数今天虽然开始攻上来 今天又已经来到9900点 大涨百点继续震荡向上行情 但是这就代表所有股票都会涨吗 不是喔 还是要再提醒大家一次 接下来指数就算攻到万点 你一样要去做好这个工作 什么工作叫做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 也就是什么叫做结构 你要去区分 我把股票分成四种结构 如果你手中的股票属于浅龙物用的 属于抗龙优回的 这个叫弱势股 这个叫转弱股 这么说好了 那这时候你就要赶快 准备换股操作 换到我所说见龙在天的股票 等它飞龙在天上去 这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赢家 那所谓的浅龙物用 什么叫抗龙优回呢 再跟大家重复一次 所谓的浅龙物用 龙代表了趋势 趋势仍然潜伏在地底 未见天日 这种产业趋势仍然持续在衰退 股价处于弱势阶段 就不要去贸然的摸底 相对弱势的股票 那种看起来低低的 你不要以为很安全 其实它是相对弱势 你要趁着补涨趁着反弹 赶快太弱则强 那抗龙优回的股票 是当然也过犹不及 气力将近 这时候股价处于头部 看似仍强 时尽末路 也当思如何下台 以免毁不当出 所以浅龙物用 跟抗龙优回的股票 我还是提醒 该出还是要出 免得指数就算涨 一样会赔钱 你说真的吗 今天就有一个很好的范例 今天我们来看到一档股票 是谁呢 看到这一档股票 叫做生计股里头3205的百元 上个礼拜3月29号 礼拜三吧 刚好有一位张小姐 来电咨询 来做一个持股诊断 她埋在145块左右 那稍微有点套住了 那当天我还特别提醒 虽然说她有生计的题材 看起来也在赚钱 但是你要去注意 她的EPS去年赚8.6是怎么赚 第一季就赚了4.97 第二季掉到3.55 第三季掉到0.35 这个亏了0.35 第四季稍微赚钱 但是也赚了0.49 你会发现 业绩是持续在下滑 进入到今年1月2月 营收也不到1亿 这个只有0.95亿 9500万 比去年同期又继续衰退了75% 业绩还是持续下滑 那技术面 当时我也说过 看起来好像前阵子有涨 但是时间结构 就是一个空方空盘 而融资一直增加 股价还低于月线 季线半年线 谁在卖 提醒大家大户在出货 对不对 那始初在创新高 股价看起来低低的 看似低低期的背后 我说这其实就是一个 标准的弱势股 叫做欠荣勿用 你赶快要太弱则强 那今天张小姐 还特别打电话 说要谢谢献荣老师 为什么谢谢献荣老师 因为说 幸好上个礼拜有提醒他 要赶快出赶快跑 虽然小赔 不然的话今天股价 哇大盘涨了100多点 股价还重挫下去 盘中最低刹到多少 刹到110块了 对不对 还跌了8.7% 指数今天大涨 如果百言还抱在手上 今天还大赔呢 对不对 所以张小姐 为什么今天心情就不一样了 因为上个礼拜 有利用我们的一个咨询专线 有利用我们的口音专线 有来问问献荣老师百言怎么办 对不对 否则今天指数就算涨 一样在赔钱 而且还越赔越多 所以这个部分 就证明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献荣老师 为什么提醒你 要太弱则强 因为证明买错弱势股 指数就算涨 一样会赔钱 大盘今天大涨百点 百言股价重挫8点多% 往下破底 第二个更证明了 弱势股是可以早一步知道 预先来做避开的 县荣老师不是今天看到百言重挫 才跟大家讲 你看这档股票叫做弱势股 你早就该买了 上个礼拜 有来电咨询的张小姐 就已经先告知 这叫做浅荣物用的弱势股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说你不晓得你手上的股票 处在哪一个结构 是不是浅荣物用 或者是已经抗荣有悔 会不会像百言这样子 指数明明涨上来了 还是会赔钱 如果投资朋友手上股票 有任何疑问 不知道该如何操作的 都欢迎大家 利用我们这个免费Coin 专线 0800-787-588 Coin进来 让县荣老师 才能够帮助得到你 帮助你 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折强的动作 把浅荣物用的股票 抗荣有悔的股票 换到我所说 建荣再田的股票 等着他飞荣再田上去 就准备赚大钱了 那什么叫建荣再田 再强调一次 荣代表的是趋势 正准备出路头角 准备要大展身手 这样的产业 通常处在梦牙期 准备进入成长期 而股价低档开始转强 正是应该把握上车的机会 然后大波段操作 将有可观获利可期 等到飞荣再田上去 趋势已经如日中天 气势如虹的时候 这时候产业正在加速成长 业绩已经大幅上扬 正是股价最强势的阶段 强势股你要去追吗 你在这个阶段 建荣再田前一个阶段 就已经上好车 提前做好布局动作 这时候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牢牢警报 但是也不要得意忘形 乐观勿忘神胜 股票才能够赚得长长久久 对不对 最明显的例子 就像我们这一波 推荐我们会员朋友 锁定的大数据新黑马 6274的台药 从当时的股价 还在低档的时候 就已经持续推荐 到上个礼拜3月28号 都还在继续跟会员朋友追踪 344块多布局的大数据 受惠指标股台药 这时候股价虽然做 这个上个礼拜 做了一个震荡洗盘 一度下沙到45.6 但是我说这个清除短线 垂高的散户筹码之后 接下来没有转弱讯号 震荡走高格局不变 手中持股 都还建立会员朋友继续报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今天的台药 股价又再度的拉高 早盘又涨了5%多 那你说5%多 别的投股老师 每天都有涨停 现龙老师的台药才涨5% 可是你回头一看 当其他投股老师 不但的带会员朋友 在那边追逐涨停的股票 今天什么涨什么 就追什么的时候 现龙老师没有这样追 对不对 现龙老师从股价 那时候台药34块多 还在建融再停的阶段 就已经领先市场买在低档 到上个礼拜 都还继续帮会员朋友追踪说 继续的报好就好 不要追了 对不对 这时候持股就牢牢警报 到今天盘中最高已经来到多少 53.8了 从34块到53.8 现在获利已经多少 已经这个地方超过五成 接近快六成的幅度了 这时候我当然不用追 因为当股价飞龙在天 领先榨盘创新高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已经在 建融再停的阶段 就已经领先市场买在低档 这时候我都会提醒 几涨就不要追 要买也是拉回再找买点 要买最好是当时股价 还在建融再停的阶段 就跟着我们领先市场 买在低档 对不对 那现龙老师不是要告诉你说 你看我们的这个台药 赚了多少 我要请你注意的是什么 现龙老师在做股票的方法 为什么能够去选到台药 这样的股票你要去思考 你要去学会 因为只有方法正确 我说才能够有机会 一档接一档的创造财富下去 股票市场也好 人生也好 你要成为成功的赢家 你要记得成功之道 就是要找出来正确的方法 然后把复杂的事情变成简单 不要简单的事变重复 把重复的事做得更好 好那就像现龙老师 我们做股票的方法 你会看到这么多年来 就是不断的坚持 我们专业选股的方法 也就是所谓的SOP 锁定真正有爆发力的产业 底下真正有竞争力 业绩真的会成长 甚至创新高的好公司 并且这样的股票 才能够走得长长久久 并且不是叫你说 大涨上去才去追 五十几块去追台药 你能够赚六成吗 不行 你要懂得检视筹码面 低档有大户在进货 技术面有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就领先市场买在低档 就像我们不止一档抬药 能够这样赚 对不对 我们包括了之前推荐大家 散热模组2421的见准 也是看准了 车用电子带动它 营收开始创下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 技术面也确认 有大户在进货转强讯号 所以在二十四块多推荐大家 现在这已经获利了结 包括了一月份推荐大家 物联网跟汽车零组件上机的 4912的联德 也是看见了物联网跟车勇 带动它的营收创新高 启动了成长动能 技术面确认有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 八十六块多买进 一百二十几块大赚四成 全数出清 获利入带 对不对 包括了我们在上个月 最新的黑马 这个买进半导体新黑马 3707的汉磊 也是发现了现在半导体 它受惠于电动车 推动它的功率半导体需求 产能利用率再回升 营收创了新高 走出谷底 启动了成长动能 大户也进货了 股价也准备转强了 所以在十一块多 推荐给会员朋友 大赚上来 现在已经获利超过四成的幅度了 对不对 这就是现隆老师我所强调 你会发现 当你能够用正确的方法的时候 你自然就能够把复杂的事情 变成简单了 把简单的事情重复下去 把重复的事情做得更好 所以你会发现股票要赚钱 不复杂不难 重点你有没有找对方法 那接下来 当然很多投资朋友也在问 我们的会员也在问 老师这次台药又大赚 这次汉磊也大赚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特别提醒大家 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一 4月10号之前 3月营收就要公布了 对不对 那这时候就要特别注意 又有谁启动了成长动能 因为这关系 3月营收 关系到5月15号 要公布的第一季财报 那有启动成长动能的公司 加上技术面有大户在进货 股价转强讯号出现 有机会发动波段公司的 你是不是要趁着这几天 好好卡位 这就有机会把握到下一支台药 下一支建准 下一支联德 下一支康普 下一支汉磊呢 我们已经在帮货员朋友 要做好准备 提醒大家 机会只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如果您错过了这波的台药 上个月的汉磊 新黑马这个礼拜即将来做出手 想把握的 待会休息时间 就欢迎跟我们来做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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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限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02-2781-0909 02-2781-0909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那这几天在假日时间 很多投资朋友都打电话进来 询问献荣老师的 一个极品操盘团队的会员 都说很认同献荣老师操作的理念 选股的方法 也看到献荣老师 推荐给大家的台药 建准 联德 汉雷 哇一档一档 真的稳扎稳打 好像都能够帮会员赚钱 可是有投资朋友说 加入献荣老师的会员 还要再花一笔钱 自己做股票比较省 当然我知道 每个人都可能会有想 他说省一点的一个想法 如果说你自己做股票 能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在股市里头 长长久久 稳扎稳打的赚钱 那当然无妨 你就自己做 自己能够赚钱 可是如果你去思考 这么多年了 股市到现在你还赚不到钱 上万点了 你到现在还赚不到钱 那是不是你的方法不正确 你每天只是以为自己也很用功 看了一堆投顾老师的节目 每天打开报纸 看了一堆消息的利多利空 在那边跟着追高杀低 到最后有赚到钱吗 没有的话 那你去思考一件事情 我提醒大家 股市之中最贵的学费 是赔了钱 却没有学到经验 到最后只用错误的方法 继续赔下去 那怎么办呢 只会到最后可能将用错误的方法 赔到光光啊 对不对 所以你去想一想 生病的时候 如果你自己吃点药 会好就算了 小感冒没有关系 可是有大病 你可以自己医吗 不行嘛 赶快去医院 赶快找民医来帮你 对不对 如果有官司 你这地方自己打吗 万一打输了 可能赔了大钱 是不是要赶快找律师来帮你 同样的股票市场 也是一样 自己赔了钱 没有学到经验 继续赔下去 那绝对是股市中 最贵的学费 那相对的 你要成功 记得就是要找到 正确的方法 股市要赚钱其实不难 关键你要找到正确的方法 把复杂的事情 变成简单 把简单的事变重复 把重复的事变更好 做得更好 你自然就能够用正确的方法 这样赚下去了 那盛隆老师做股票的方法 还是强调 就是从有爆发力的产业 去找出来有业绩 真的业绩会成长的好公司 对不对 而且不要等到涨翻天才去追 技术面有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就要懂得低档卡位 就像我们这一波 锁定爱车大舞 四大明星产业 大数据的黑马 6274的台药 34块 业绩开始创新高了 大户在进货了 转强讯号了 所以我带会员朋友买 现在已经赚了超过五成 接近快六成了 对不对 就像之前推荐大家的康普 也是一样 这地方受惠于电动车的需求 开始上来了 营收创新高了 启动成长动能了 大户在进货 46块多 股价准备转强 推荐给大家 先赚了一趟上来 上个礼拜 这是3月28号 最新的分析日记 都还在帮会员朋友 追踪康普 告诉会员朋友 之前我们短线部位 已经先获利入带一趟 最近量缩拉回整理 指标再度交叉向上 盘中下沙的时候 股价已经开始 这个出现转强讯号 按照盘中指示 逢低价 买回先前调节的持股部位 准备下发动 下一波段的攻势了 今天康普有没有上来了 又涨了4%多 是不是又要发动攻势了 汉磊这是上个月的 最新的黑马 对不对 是不是也在电动车 推动他的产品 产能利用率回升 业绩开始创新高 走出谷底了 大户也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11块多 推荐给大家 现在已经赚上来 超过4成了 所以你会发现 只要正确的方法 真的是有机会 一档接一档 一波接一波的 接下来 这个礼拜 三月营收即将公布 又有谁 启动了成长动能 并且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有机会发动大波段攻势 成为下一只台咬 下一只见准 下一只联德 下一只康普 下一只汉磊 新黑马即将出列 如果说投资朋友 想把握像联德 像康普 像汉磊 这样的好股票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 跟着极品操盘团队的脚步 让我们帮助你 用正确的方法 一档接一档 一波接一波的 找出来下一只台咬 下一只汉磊 找出下一波 让你能够大波段 获利的好股票 欢迎大家好好把握机会 加入极品操盘团队的行列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评估并致富投资风险